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很遥远的王国 那里的国王请政爱民 一有机会便会出城视察 不过最近一来到街上 发现王国里的国民都懒洋洋的失去了朝气 让他十分担心 国王决定请教宫廷内的首席魔法师如何解决 很快的魔法师提出了一个想法 同时也让国王非常喜欢 几个月之后 魔法师发明了一款结合运动与健身的神奇法宝 在王国里扣耳相传 获得各式的好评 来购买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就这样 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开始拥有了朝气 真是可喜可贺 可喜可乐啊 很好 很厉害 很好 嘿 你以为我今天要来聊聊健身环对吧 嘿嘿 事情才没有这么单纯 其实今天要聊的是 人的天性 运动很重要我知道 但是我不想动提不起劲 哎呀呀 提到运动大家不是这个脸就是这个脸 到底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又 关于运动的勒阿 莎雅早知道 为了成为VTuber 跟大家见面 我可是 真正切切 勤勤恳恳地修炼了 地域般的瘦身之路 为了好看的身材 我可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哟 好啦 不过啊 其实我知道 运动最大的心魔就是 还没运动 心意累 你回想一下啊 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到 今天不能运动的理由 外面下雨 心情不好 吃太饱 没时间 工作没做完 空气不好 好嘞不想动 人类生存演化的本能 就是维持身体节能舒适的状态 运动根本就是违反天性 让人流汗 肌肉酸痛 虐待自己 我只想躺着 相信我 你不孤单 好啦 你都说对了 那我要怎么办 很简单啊 就每天放轰一小时 养我起座50下 伏地骑升50下 平板支撑5分钟 屁嘞 我自己都做不到 因为我很懒 哈哈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暗时转暴走 你死无法包 明明知道运动对身体就是好啊 可是人类天生倾向于维持 节能舒适的状态 花了这么多钱 享受这么多的美食 好不容易累积出来的 才负象征 然后又要去运动 又热又累 还会肌肉酸痛 当然会让人排斥啊 所以啊 魔法师创造的健身环 才会这么夯呢 朗根阿丸是人类的天性 所以健身环就针对心灵的弱象 营造出一种 我想放松玩游戏 没想到有运动的效果 来加强你的运动动机 是不是非常的聪明呢 好啦 这次刷刷聊 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运动的一些看法 希望大家也可以找到 适合自己的方式 开心运动 强身健体 对抗全球的气候变迁 跟病毒入侵 如果还想听刷聊聊什么话题呢 赶快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